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就打算和大家講一下關於我們一代明君 唐太宗的故事 沒錯 唐太宗我們之前有一集就講過他和這個明成祖朱棣的比較 不過今集我們想專門講一下唐太宗 通常講起唐太宗你會想起什麼 魏徵 魏徵他們都講過 精官之治 精官之治 我們今次都會講一下精官之治 不過我的學生通常講唐太宗就想起會落油 先講一個大家鮮為人知的唐太宗的一個秘密 就是唐太宗的出生 他是一個副二代 關龍集團 應該這樣講 他應該是副二代 應該是副四代 關龍集團 我們之前都講過這個條例 其實關龍集團我們簡單講 他就是在鹹谷關以西 龍山以東的一帶地區 如果用今時今日中國的行政區域來分 他其實就是在陝西省和甘肅省一帶的一些貴族 講一講他的背景 其實他就是源自於 我們上次講過非常混亂的那個時代 魏進南北朝 他當中在北魏之後分裂成為東西魏裏面 西魏作為一個先卑人建立的一個王朝 他當中有一位人物就是宇文泰 當時宇文泰作為西魏裏面的其中一個 被封為貴族的一份子 當時他叫做八楚國大將軍 所以他聯合在北方六鎮 一起搞了關龍集團去支持他當時這個政權 而李世文他的家族就是由這個時間開始 李世文的太公李虎 就是當時西魏時期八楚國大將軍裏面 去到北周時期更加追封成為這個唐國公 所以唐朝的由來就是由這裏開始 另外去到他阿爺的階段 剛才說的那個是太公 就是阿爺的爸爸 到他阿爺李炳是什麽人呢 同樣因為一個世襲的關係 所以這個儲國大將軍是繼承了他太公的位置 而他阿爺娶了老婆就是獨孤士 好像有出劇叫獨孤皇后 那獨孤皇后是誰的老婆 徐文帝 所以徐文帝的老婆獨孤皇后 和李世文的老婆 其實是親生姊妹 而這個獨孤士大有來頭 他也是當時八楚國大將軍的其中一個獨孤信女兒 所以其實就是整個上流社會之間 當時他們是互相通婚的 捉門對捉門 木門對木門 而去到李世文的老婆李淵 通常在歷史上都評價李淵這個人 是比較膽小和怕事的 更加說李淵反除是因為李世文在後來推動 但其實李淵當時 因為可能和他出生有關 他七歲的父親就死了 即李世文的爺爺 即李炳就死了 所以七歲李淵已經繼承了他父親的爵位 即唐國公 他十五歲的時候更加任命為徐文帝的貼身示威 當時的名字有些搞笑的 叫做千牛避身 什麼來的 是一個官職來的 其實當時是一些專門被一些富家 貴族子弟去擔任的一個宮廷裡面的示威 因為李淵和徐文帝的獨孤皇后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李淵叫他做什麼呢 是姨媽 沒錯 所以在姨媽的照顧之下 李淵很快就平暴青雲 去做了這個刺史 然後就開始了他的政治路途 所以其實李世文的出生 就是一個這樣的富貴家族當中 你看到當時由西藝、北周到徐 其實上樓家族都是互相通分 互相聯繫的 就是大家都是有很強的關係 而去到這個李世文 當時他就出生於這個開皇之治的時期 就是徐文帝時期 但是他成長的時間就是徐陽帝的大業年間 就是基本上已經去到這個徐朝 昏庸 就是比較走向下坡的時間 而他也娶了一個老婆 這個也有很多電視劇都做過的 叫什麼皇后那個 又是兩個字的 兩個字 不是姓獨孤 就姓長 長孫 沒錯 長孫皇后也是一個鮮卑人 所以說其實在整個唐朝的出生當中 是充滿著非常濃厚的外族色彩 就是這個鮮卑族 那麼去到唐太宗職位之後 其實可以說他一生人當中 都很多公職的 不過就唯一有一件 是我們之前都講過的不好的事 是原武門之變 是原武門之變 所以我們這次都不講的了 我們直接講 唐太宗在位期間 有什麼厲害的事 今時今日我們去到外國 都有那條 唐人街 就是源自於唐朝城勢 所以其實當時唐太宗 一直以兩句說話 作為他自覺理政的一個標準 那兩句說話就是華夏安寧 是遠而舒服 即是自己呢 老百姓要安寧 是的 即是自己國家當中 老百姓要安居樂業 然後身邊的那些外族 全部都是臣服於他 那首先關於自己內部問題 其實因為剛才說 唐太宗是眼見這個徐陽帝 怎樣去濫用民力 廢霍無盜 所以基本上他一就位之後 他就提出只有這個輕饒博富 以仁義治天下才可以得到民心 所以基本上 同時他為了避免自己 重蹈以前徐敏帝和徐陽帝的覆轍 這兩個皇帝其實都是一些 不聽大臣勸告 甚至是誅殺大臣的一些皇帝 所以最後都是苦白無人 所以這個唐太宗 就非常之重視這個集思廣益 我們在偽禁那集都說了很多 在中書省和門下省必須提出意見 然後經過載上這個研究 才會再交給皇帝去扶諸實行 看看是否 所以在這個制度下 令到精官之治當中 錯誤是減少了很多 而這個唐太宗也都非常重視歷史的教育 他為了總結前朝犯下的錯誤的歷史 他就設立了這個史館 一共就修訂了六本史書 分別就是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徐書和進書 這六本史書 在二十四史當中有六本都在唐太宗時期成書 既然內部治理得好之外 外部又如何掌造呢 當時我們北方一直以來 還有一個外族在我們的北方繞邊 特缺 沒錯 雖然特缺經過徐民帝初年 已經將它分裂成為東西特缺 但他的東特缺依然經常在繞邊 當時在唐太宗職位之初 其實當時唐朝剛剛建立不久 東特缺派兵來到長安城 只有四十里的衛水北岸 當時唐太宗知道自己國力尚未穩定 當時跟特缺簽訂盟約 將大量的金銀珠寶送給當時東特缺首領傑利克漢 等他退兵之後 唐太宗立即掌握生產 重新建立他的民生 並且一直都注意著草原上的軍隊的發展情況 自己也訓練軍隊 征官三年的時候 剛剛好這個特缺又遇到動亂 只不然趁他病拿他命 是 對的 於是他立即派出李政大將軍 派兵去打東特缺 並且第二年成功擊敗東特缺 西北的國族就專稱唐太宗成為天黑漢 而當時也有很多特缺人 因為戰敗之後 就開始藍遷入到我們中原的地方 住在當時的歐洲 即今時今日的北京 另外有些就去到寧武 即今時今日的寧夏的位置 當時是在唐朝時間 加上我們開放 所以就更加奠定了 我們中國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的基礎 即是西特缺成復了在唐朝 西特缺一直在徐朝時間 其實已經臣服了 現在擊敗了東特缺 更加有很多特缺的 尤其是將軍 入到我們朝廷服務 當時在長安城 裡面的特缺人 有過萬人在那裡居住 即是他都請很多外族的人 來做官 沒錯 而唐朝擊敗東特缺之後 新疆伊吾和高昌王 亦都同時入朝 亦都打通了我們後來非常之重要的 絲綢之路 沒錯 當時都重新開發 這個絲綢之路 因為絲綢之路應該是漢朝的時候出現的 但是通常在我們中原政權比較弱的時候 基本上這條絲綢之路 會被很多不同的外族 阻隔 而切斷了我們去到西域 尤其更遠去到中亞的地方的商貿通道 去到精官八年的時間 但是還有一些外族 在西域想蠢蠢欲動 當時套玉雲 就派兵進攻我們梁州 進攻梁州 威脅了我們河西走廊的安全 河西走廊就是今時今日的甘肅 就是我們的思綢之路 必經之路 所以唐太宗就馬上派兵去平定這個套玉雲 之後更加在西域 唐朝就設立了很多不同的刀戶府 當時將我們今時今日的新疆位置 是完全統領在刀戶府之下 所以如果你看回唐朝的地圖 你會發現唐太宗時期 我們在西域有一大片的領土是屬於我們 我們當時就設了刀戶府去管治 所以自此西域各國 基本上對於唐朝都是無一不臣服的 除了西域的新疆位置之外 還有下面的西藏 西藏當時有個什麼國呢? 西藏 哦 那個是重贈干部 是的 重贈干部 當時的西藏 當時的國家就是套博 他統一了西藏高原之後 他的首領重贈干部 亦都是入朝 希望去和我們和親 即是結為恩親 於是唐朝後來也派出了文成公主入葬 亦都入住了我們今時今日見到的布達拉公 是吧? 自此之後 當時重贈干部和唐太宗 是以這個生口相稱 即是兒生和舅父 即是很親密 之後呢 亦都將很多西藏的文化 衣術等等的東西 就和中原有個非常深入的交流 所以在唐太宗的時期 我們說的精官盛世 就是那兩句話 華夏安寧 遠而舒服 所以時至今天 我們都依然有很多外國人 稱我們為唐人 就是這樣 今集關於唐太宗的出身 和他的故事 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 留言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下次再和大家說其他有趣的中國歷史 拜拜